大家好 我是Tim哥 今天呢 要來介紹這個拍攝場地 最重要的一個成員 不是導演 也不是你 也不是我 是他 為什麼是他呢 因為我們這一次真的花了重金 把它買下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導演每次在我在拍片的時候 他呢就一直那個攝影機啊 一個東橋西橋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上一台電視呢 其實電視的面板是會反光的 那反光其實對我們拍攝是不是比較不好 對 而且我們有一盞燈 我還特別把它架在一個櫃子上面 因為我們那個燈架太矮了 之前那電視會反射那個燈光 沒有錯 所以我特別把它架高 那你知道我們今天為什麼換這一台呢 它是65吋三星的Frame美學電視 我會換它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它是用全新的 消光黑面板 這是什麼東西呢 看之前 按照影片分享 喜歡打開喔 好 那我先跟大家講話不多說 什麼叫消光黑的面板 簡單講呢 它是採取有點像防眩光 防反射 防指紋的特性 什麼叫防指紋 就是你指紋在上面呢 是不會流的 然後它這個叫做 輕型的消光黑的面板 它透過霧面顯示的螢幕 大幅減少外界對光線的反射 所以他們才會叫做消光黑面板 老闆 我有沒有消光黑的眼鏡啊 為什麼 因為現在整個片場有沒有 電視已經不會有反光了 剩什麼反光 剩你的眼鏡 我眼鏡會反光 你的眼鏡會反光 那個有鏡片的話 可以來找我一下 好啦 那另外呢 除了它是消光黑面板以外 我還有別的也是 它很辛苦 像他們三星有自己獨家的 金屬量子點的顯色技術 它這一台呢 它有德國的VDA的100%色域的空間認證 而且呢 它還有徵業的技術 意思是什麼 背後的光源呢 會有加入一個軟光的增加畫面 有一個那種對比度在 那除了這個以外 當然還是要好看 導演你有沒有覺得 它這個好像是一個畫框有沒有 其實這個邊框啊 它是可以自己去選的 你知道可以怎麼選嗎 你可以看你家的裝潢的顏色 去選擇你喜歡的 那像以我自己的選擇 選白的嘛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在這個位置 你有一個白的 會讓人家更凸顯出 它平常在沒有用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 它這樣就好像一幅畫一樣 那另外呢 它也有比如說核桃木色 其實老實說啦 我把它擺回來這裡以後 核桃木色其實也是蠻適合我們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的這個畫框的價值就是木頭色 可是有可能會有色差 所以我後來決定說 那我還是選一個白的好了 所以你看這個框啊 它都是可以自己把它拔起來的 你可以自己選購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那個邊框呢 它是採用那種磁吸式的 所以一般我們來講是很好換的 而且喔 它呢 這一個厚薄度 它其實是非常的薄 為什麼你知道嗎 它呢 把所有輸出的部分 都放在一個很漂亮的極限器 在下面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極限器 它所有的一些輸入輸出 ioport 都在極限器上 所以你在插拔上面 其實非常方便 但有一個地方要特別小心 因為我們那天在安裝的時候 師傅再三強道說 這一條線你不要給我折到喔 因為這條線呢 它在連結極限器跟電視的 一條重要的線 哈囉大家 影片看到這邊還沒有追蹤 訂閱我們的粉絲朋友 可以幫我按下訂閱跟追蹤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頻道 看更多漏網花絮喔 那你看啊 如果你家裡面沒有像我們自己 有自己的那個 這個叫畫架 那怎麼辦 那當然很像一幅畫 就是要把它壁掛起來啊 所以其實它是有附這一種 他們叫做 零縫系的壁掛架 那如果是壁掛的話呢 幾乎那個電視喔 就是幾乎貼近牆面 你像以往我們在裝潢的時候 還要幹嘛 挖洞 然後內檻對不對 它這個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這樣子裝起來會更漂亮 當然啊 他們今年其實 三星在電視的腳架上面 也會叫做旋轉的藝術腳架 你也可以選擇這個旋轉的藝術腳架 那這個好處是 如果你用三星手機的話 可以做一個自動旋轉的功能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剛才有說過 我最喜歡它是什麼 藝術四級 這個是只有Friend系列才有喔 怎麼說呢 你看喔 我今天我按到Home對不對 我按回Home以後啊 這邊呢就有一個 歡迎使用藝術模式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非常多的畫 那這個畫呢 你要先加入他們的會員 加入他們會員呢 他們每個月有一個月費 我是還沒加入 因為我這一台 改到現在 我還沒有持續去把玩它 然後今天才來正式開箱 比如說你想要這幅畫的話 你可以把它選下去 那這邊就有一個適用 適用其實是要費用 你也可以取得這個完整作品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按預覽 欸 導演 像不像一幅畫 喔還有時間限制 時間限制在上面 但是如果你今天有加入會員的話 有沒有取得會員 立即加入 就可以把這幅畫放著 但是還不是取得它的所有權 為什麼 因為它旁邊有說 取得藝術作品要599塊台幣 所以你就可以到這邊呢 有非常多的畫作 像這個也是很棒 有沒有 它叫你說月費149塊 然後你就預覽 但預覽就是一下下就會回來了 所以有非常多的作品 你都可以選它 有多少幅你知道嗎 它有超過1600幅的藝術作品 所以其實內容蠻豐富的啦 不知道是它那個顯色的那個技術 它那個畫放上去有沒有 就好像是跟真的一樣 而且它如果是油畫啊 你可以看到油畫的那個油韻 人家油畫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有時候 會很想要去一些世界級的美術館對不對 對 比如說看什麼 蒙娜莉莎 看我們蒙娜莉莎 欸各位 我蒙娜莉莎也沒找到 但是我找到了飯骨耶 你看 它連飯骨都有耶 老闆你確定它是飯骨喔 我怕你認錯人就丟臉了 欸我確定啦 而且你知道它這一個呢 還可以幹嘛你知道嗎 你可以變直立的 你說這台電視嗎 對 它到時候變直式的 而且剛剛呢 我們是不是有找到一個 戴耳環的珍珠少女 戴珍珠耳環 戴珍珠耳環啊 對 珍珠少女是什麼 卡通名稱 你看是不是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去肉眼去看 因為它真的是會呈現出那個畫筆 畫出來那個 這裡有幽默感 對 其實真的很棒喔 那另外呢 今天你也可以透過藝術模式 然後透過SmartSinks的應用程式 你可以把照片或喜歡的圖片 上傳到美學電視裡面 那除了這樣以外呢 它其實有支援遊戲 所以它有個遊戲的模式 那另外呢 它在支援的部分 HDMI 4 可以支援到HDMI 2.1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 美學電視不是只有什麼 藝術啊 設計啊 它連畫質跟遊戲 都可以來使用 而且啊 我順便破解一下 像我們上禮拜的影片 就有人問說 欸 我這個蝴蝶是真的還假的 老闆你手放在下面 喔 它停在你手上耶 我跟你講 是不是真的很真 我覺得這一台消光黑電視 你真的要在現場看 你才會覺得說 哇 整體的這個電視質感 其實是真的可以跳出來 另外呢 你也可以利用三星的Smart View iOS的AirPlay 2 Windows的無線投影 你都可以用它來使用 甚至於 我們之前有講過 三星電視現在都可以幹嘛 多重視窗嘛 你可以同時顯示兩個或三個畫面 你可能兩個畫面顯示完 另外第三個畫面 你要直接做視訊 我等一下後面會教你說 怎麼樣接三星自己的視訊的鏡頭 也可以把它接進來 甚至於呢 三星他們今年有跟NFT合作 你也可以去把自己喜歡的一些 NFT的藝術作品 一樣可以透過大螢幕來這裡欣賞 那講的它的聲音 它有支援Dolby Atmos的杜比全景聲 所以它還會透過三星 他們之家的魔術的音效的技術 也就是說 它可以強調那個人聲的部分 其實是非常明顯 甚至於你可以搭配三星自家的Samba 那個聲音的立體度 不是只有Samba會發生 電視可以跟它一起連接 但因為我們在之前的Samba 有個超薄的那個影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我們在那影片就有呈現出說 你可以看到這麼細的一個Samba 然後再配合它 然後又是白框 導演是不是剛剛好完美結合 字叉 裡面沒有小時而已 因為我就是了 然後再配合一張 在那個時間點 可以跟著我 放一看 同樣子 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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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各位 你今天只要有安裝三星的它這個視訊鏡頭 它有助是你可以比如說Google DUE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直接用這個大電視來發起一個視訊的一個通話 我跟你講話不多說呢 我們來試試看 唉唷 打開了 然後這個看看 我就選擇接受 好 撥進去以後呢 我們現在就已經在視訊了 而且你有沒有看到 你就可以比如說 哪天真的要去外國出差 我想要看我們家的Oli 而且你看這鏡頭還有人物居中喔 你看 我過來它就跟著我動耶 你看 有沒有 這樣 所以它這個鏡頭還有支援人像居中 是不是很棒 但它這個視訊鏡頭會不會很難裝 其實不會 因為它後面其實這邊是有像磁鐵一樣 它會吸住背後這個面板 那你有沒有看到它是利用我們這邊是C to C的線 它就可以直接連接到電池上 所以我覺得其實非常方便 另外它有出了一個好像一個小架子一樣 你也可以把它加在這上面就可以來使用了 那我覺得這個視訊鏡頭 你知道在有時候疫情時代的時候 有時候你在客廳就可以跟家人來做視訊 其實你有沒有看到 大家可能坐在沙發上就可以直接做聊天 那因為剛剛有一點回音 我們剛剛是實測 我們是打給助理 否則的話其實你可以透過它來收音 要人物置終 我們繞回來啊 就是這一次的這個電視 我還滿滿意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除了有非常多藝術相關的一些布景以外 另外的部分是它解決了我們平常拍片 最重要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有時候電視會有一個反光 像我們現在燈其實都是照著我們這台電視 但是事實上它都沒有反光 其實這個對我們在拍攝上是非常大的加分 那當然除了這個以外 它其他的包含它的4K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我們在看影片的時候 沒有外接傷霸其實聲音的效果 老實說我也是滿滿意的 導演你滿意嗎 滿意 滿意對不對 那這一台今年就一直放在這邊囉 好 那我們就這樣有問題了 下面留言下次見 掰掰 再見 拜拜 拜拜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